朋友们好,今天我用我的原生和五简集的形式再给大家画一遍这只小鸟 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看懂和学会 首先我们只准备猪标颜色就可以 然后慢慢的调满笔度,最后笔尖沾一点浓猪标 下笔之前我们先在废纸上试一试 不要太试,这样就可以了 视频有点长,耐心看完肯定对您学习绘画有帮助 我们先从他的胸腹开始画起 两笔连贯性的画下来,最后脱出一个小尾巴 注意第一笔的时候,外形圆润体现出胸腹特征 接下来顺势画出他的大腿 注意大腿是往后撇的 然后用浓墨画他的嘴巴 善于观察的朋友都知道,鸟睡觉的时候 他的嘴巴是扎在后背里的 嘴巴一笔完成 眼睛在嘴后偏上的位置 注意用笔要有方折感 用弧线表示闭眼睛的状态 紧接着我们用干笔散封稍微浓一点的墨色画他的额头 从眼前的位置开始 逐渐向后啊,慢慢的变成虚笔的状态 看到这大家先给个小红心呗 然后我们用浓墨画他的眼线 增加画面的美感 什么美感?就是黑白的对比 鞋一鸟它已经不是现实当中的哪一个品种的鸟了 这个时候我们心中啊,要有一个形 就是头顶和脖子的形 稍淡的墨色 干笔 丝毛的笔法 顺势往下衔接 大家注意看这个线的用法啊 一定要有错落 不要只画在轮廓 一定要与轮廓以内的内容有所联系 接下来我们用淡墨施笔画他的后背 这个时候是刻意的让他在纸上进行渗化 体现他绒毛的感觉 同时淡墨啊,与浓墨的嘴有所区别 紧接着我们往下用线的形式 往下勾出他的飞鱼 大家来看,他的脖子是白色 背部是灰色 而飞鱼又是用线勾出来的白块 这样白灰白的相互间隔 产生了节奏感 往下又开始用浓一点的墨画他的飞鱼 然后顺势把他的尾巴画出来 用笔干净利落 用稍微浓一点的墨开始画他的腿 用笔一定要有输血的顿挫感 尤其关节处 这个角度下前边三个爪指啊 他有所并笼和遮挡 后边一个爪指 顺势 然后我们把他的爪尖画出来 爪尖要锋利 然后我们再看另一侧的腿 另一侧的腿 我们画的时候稍微更加的放松一点 整体来看 前边的三个爪指和后边的一个爪指 形成一个抓握的姿态 接下来我们用鹅黄啊 稍微染下他的眼皮 然后用淡折式干笔 用丝毛的笔法 将他的墨线给他撕染一遍 这个技法呀 是为了体现白色羽毛的厚重感 相当于在原来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 丰富画面 我们换一个浓墨 然后稍微的把他的腿和爪子的纹路 给他点一遍 丰富一下层次和内容 现在呢 这只小鸟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爪子上的这个墨色也已经干透了 用一个更淡的墨色 干笔画下质干 与爪子的这个墨色也能区分开 我们躲开他的腿的位置在远处 可以用稍微浓一点的墨画一下分支 这样质干的这个浓淡变化也就产生了 好了 这只小鸟啊 就已经画完了 大家完全可以跟着这个视频画一画 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